喂 大家好 欢迎到BikrosTV平面设计频道 我是阿红 欢迎你回来 为什么你的产品没有人买单 因为你的广告没有创意 怎样做到让人留下印象 广大流传 为之心动呢 今天阿红就让大家边看边学 教你如何做有效又有效的 创意广告点子啦 比如今天我们要做任何一个广告设计的点子 以下这些方法和案例都可以让你有所启发哦 要怎样让人记得产品名字 代入故事然后呢 有意无意的让观众记得产品的名字 变大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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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死就来吧 啊 啊 啊 我都这个 我不怕你 哪里 这个是アイトー 和アイトー HyperFerm 要怎样让人提起兴趣 要用创意 and 搞笑浮夸的表现方式 然后呢 要把卖点融入其中 哪里哪里 アイトー 和 アイプフェーム 液体及胶带 双重好处结合 这个无需联合的双眼皮胶产品 可以制造逼真的双眼皮 严核类型的双眼皮产品 初学者也容易使用 怎么可能 因为是凝固后知道Flym的蛇行 容易凝固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不会吧 要怎样让人下定决心把它带回家 直接展现效果 同时附上贴心的教导指南啦 这些宝物是什么来头 这个是iTalk 连着类型双眼皮化妆品 日本国为No.1液体型双眼皮产品 涂在眼皮上能制造双眼皮的线条 液体柔软性高 使用起来很舒服 每次使用的人也能马上上手 还有最新Koji iTalk HybridFlym 液体与胶带双重好处结合 HybridFlym 已经透薄的膜 将折起眼皮比较逼真的双眼皮 使产品不会将眼皮练合起来 即使眨眼也不会紧绷 低头往下看也看起来那么自然哦 那么好用 我也要 给我给我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这些教学呢 有让大家吸收到一些东西的话呢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 首次尝试小剧场教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给我知道哦 还没有订阅朋友的话呢 记得打开铃铛 敲下订阅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我最新的影片通知啦 我是BecauseTV的阿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